音樂 那最主要它的功能就是執行車輛 行車型態污染的測試 那我們最主要的設備就是有 這邊的車底動力器 還有那邊大家看到的定容許樣系統 跟在我们控制室里头有废气分析仪 那整个测试过程车辆进来之后 我们的车体动力器会去模拟这台车子 在路上跑的时候各种速度下的阻力 那我们的整个测试过程 驾驶员开车 废气的排放会经由我们的取样管 然后一直接到我们的定容取样系统来 那整个定容取样系统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计算车辆测试过程中 排放出来废气的总量 那经由我们这边有取样纹饰管 汇取适量的气体 到我们废气分析仪旁边的取样袋中 然后经由那个取样袋再去分析 每个管制物品的它的浓度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实验室里头 去看一下我们的废气分析仪 跟一个测试的结果 那经由刚刚的定容取样系统的取样 就是取到我们这个取样袋里头 那整个测试完成之后 我们的废气分析仪就会从这个袋子里头 取样品进去分析每个污染物它的浓度 然后到最后去计算出来 整个测试过程中 这个车子每公里排放了多少克重的污染物 目前呢台湾在汽油车的管制方面 汽油车的管制物品总共有CO HC跟NOX三种 那对于钢内直喷的汽油车 还多管制了一项PM 叫做Particle Matter 也就是粒状污染物的质量 那柴油车的部分又多了一项PM 就是我们所谓的Particle Lumber 就是排放出来粒状污染物的颗粒数 这个都是我们的管制范围 那必须这些管制项目 要符合环保署规定的法规标准 车辆材算符合法规测试 可以做贩卖的行为 现在目前国际的一个法规趋势的话 欧盟预计针对RD的一个测试方法 预计在2017年9月的时候会实施 这样也是国际的一个趋势 那未来的话 很多使用中车辆的话 势必要在道路上面来进行 台湾的话应该会跟随欧盟的一个法规 那近年来的话 因为一个实车道路测试的一个需求 所以慢慢的话 就越来越多量化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 它的优点的话 最主要的话 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真实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因为它是受控的一些环境跟条件 所以它做出来的话 是有一个标准它的一致性 但是我们道路的话 因为我们要贴近比较真实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们实验室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会比较漂亮 在我们道路的话因为它会受到车流的一些影响 所以它可能会的一个数据 就会比较接近我们实际的一个状况 但是它的数据可能就 就比较不会跟现实在比较的话 可能就不会那么那么好看 我们车子排放出来的废气会经过我们的流量计 然后流量计上面的一个取样的一个探头 然后将我们的废气收集起来到我们的一个分析仪器里面进来 然后我们的分析仪器里面有一些外加的一些 sensor 包含了我们的GPS然后我们的温湿度感知器 还有一个温湿度计的一个 sensor 然后送到我们的分析仪器里面进来 然后我们的一个标准气体来跟我们的一个废气来进行比对 然后由我们的一个控制电脑来来进行处理 我们得出来的一个污染物的重量 然后配合我们的GPS的一个距离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样车子在路上跑的一个 单位距离下的一个排放物的一个重量